大S和菊敬叶正式结婚之后 各种婚姻上的问题也是接踵而来 只不过最让人感兴趣的还是大S会不会继续生子呢 虽然此前大S已经明确表示过不会再怀孕了 但感情的问题谁能说得准呢 特别是菊敬叶的母亲 一直想让菊家有个后人 估计这个观念一时半会儿肯定是改变不了的 而对于高龄生子这件事情 虽然大S没发表什么看法 但是他的好友却在节目里替大S鸣不平 甚至还怒抢菊敬叶的母亲 你现在找大S来生孩子 这不是把人家当作生育工具吗 虽然菊敬叶的母亲表示 儿子都已经50多岁了 但是如果没有后代的话 菊家就绝后了 而且大S虽然是高龄状态 但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 大S还是有机会生宝宝的 不应该就这么一口回绝 其实女人只有经历过渣男之后 才会成熟通透 我只能说呢 大S还没有活明白 现在真的是有些骑虎难下了 如果真的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就是为了婆婆的意 以后与聚敬叶怎么相处呢 更是成了大问题 若想离婚应该在生孩子之前离 汪赚钱能力一差 脾气也不好 确实不是特别好的伴侣 但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 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掉孩子 汪作为孩子的爸爸 他是一个好父亲 对孩子是真的疼爱 作为丈夫 他除了脾气差 赚钱弱 别的都是优点 他不会找小三 不会家暴 他会迁就你 一直往台湾跑 他会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 他是爱你的 再说说大S 你要再找个真正爱你 又爱两个孩子的另外一半 真的是非常难了 你脾气不好 年龄又没有优势 特别是找了聚敬叶这样的家庭 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其实大S之前 怀了三胎的时候 就已经流产过了 估计自己也是对再度怀孕一事 挺轻吊胆了 年纪大了 如果再做高龄产妇 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 个人感觉呢 汪小飞妈妈是女强人 所以汪小飞性格有些软弱 妈宝男 有点自身能力不足 大S属于非常要强独立的人格 夫妻相处起来 大S肯定是不太喜欢 汪小飞这种性格和做事风格 而貌似薛敬叶也是类似的人 趁不知道大S看上他什么了 谁这次也有人搞不明白 汪小飞图啥呢 你说为了贤惠吧 大S吃虾都带他给拨虾 为了温柔吧 他也挺强势的 亏了美色 他哪有张雨琪要饶啊 也就是个小家碧玉的气势 张雨琪脾气可能更饱 但是事儿惊 我就觉得张雨琪更漂亮 反正最后都是受气 低声下气赔不是 为啥不选张雨琪呢 而对于大S来说 他可能只是需要聚敬叶这个人 帮他度过离婚之后 被外界各种揣测的尴尬期 再次彰显自己的人设而已 过段时间离婚也是他要离的 每段婚姻就表现出 掌控者的姿态就够了 而至于生孩子的事儿呢 一大一次的个性 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只不过如此一来的话 婆媳关系肯定会尴尬到极点 如果以后两个宝宝 和聚敬叶相处的又不融洽 估计那个时候就有好戏看了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真离婚假恋爱 背锅十年不吭声 大S比你想象的更厉害 闪婚 瞒婚 离婚 再婚 婚恋生涯十年 女人最重要人生阶段全都经历过 大S真是个狠人 当年大S见汪小飞两眼 便撕顶诸身 很多人都觉得他俩不长久不靠谱 没想到结婚十年 逐渐大S网恋聚敬夜两个月 直接结婚奔现 大S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婚前协议 没想到所谓真爱 不过是假恋爱 此而言之呢 大S素有雷厉风行的女王风范 全都映在了她自己的身上 有人认为她对自己不负责 有人觉得她是拎得清的聪明人 那大S究竟是何许人也的 冰冻之耻非一日之寒 大S向来被称为狠人 这份狠只用在果断决策上 从小生活在离异家庭里 大S就是拔刀相助的决策人 家里大小是都听她的 学校不公平的事 她都会挺身而出 像极了当年的山菜 就连小S结婚生怕被辜负 还是大S向她老公放话 你敢辜负我妹妹 我会喊人 打断你的腿 大S霸道女王的性格 在她婚恋事情上 发挥得淋漓尽致 30多岁 大S觉得已经到了试婚年龄 遇见富二代汪小飞 见面两次 她决定闪婚 背负外界不看好的事 大S经营得不错 怀疑流产 差点晕倒在产房 向蓝素食主义 在婆婆张兰要求下改成吃肉 为的就是生娃 从来都是杀伐果断的大S 却是异常高情商 维护自家人 宁愿自己委屈 也表现得大度 毫不在乎外界眼光 只关心自己的需求 凡事做得体面 这就是很利的一面 汪小飞婚内粉纹 多经济困难 大S仍旧夫妻同舟共济 疫情当道 汪小飞翘江南 总是出现经营困难的传闻 甚至还有遣散员工的说法 尽管汪小飞力破谣言 中规大S还是将婚前购买豪宅 以6000万抛售帮衬汪小飞 汪小飞绯闻禅声 离婚前后 大S自作主张的下定离婚想法 并通知婆家 面对流言蜚语 大S豪气地回复离婚原因 离婚了 她可以找条件更好的对象 都过去了 祝福她 背负十年委屈不吭声 婚前婚后 要相安甚好 触碰底线便及时直准 快刀斩乱麻 这就是狠利的另外一面 离婚马上就结婚 结婚对象还是网恋初恋 大S背负了婆家的嘲讽 与全网质疑 最终她的选择并非儿性 而是极致聪明 聚敬业网恋求婚数次 大S照顾子女感受 决定婚前财产 全部属于子女 支撑正不摆席不生子 自作主张决定先爱再说 大S在43岁年龄 为自己找到归属 但又没有压力 这是不是像极了 没有爱情的行事会议呢 与聚敬业结合 大S更多的是权衡利弊 只要保证自己的结婚事实 不与聚敬业有经济和血缘往来 并非是为爱冲婚头 而更像是完成人生仪式的句号 说得更直白点 大S在爱情里全身而退 在权衡利弊里拥有话语权 给了自己交代 又给了孩子完整的家 这就是大S的聪明之处 反观逝去的11年 大S两次果断结婚离婚 多次维护口碑与体面 又在关键时刻及时止损 真是活得清醒典范 正如他所言 活得感情轰轰烈烈 活得结束是斩钉截铁 大S的人间清醒 真的是给多少恋爱脑的女孩 秋醒了警钟 树立了榜样 接下来说 汪小飞大S最新事件 曾怒对小S 现派员工到昔日旧居搬空家具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 汪小飞在得知大S 将现任老公领回家之后 火速安排工作人员 前往家中搬家具 现在这些家具 正放在汪小飞的酒店地下车库内 从而引发网友的热议 此前汪小飞 还在社交平台上对小姨子小S 甚至还取关了 可谓是弄得满城风雨 原因是小S在节目中称 当姐姐告诉自己恋爱时 她就猜到对方是聚敬业了 还称两人是在最相爱的时刻被迫分开 这下并彻底惹恶了汪小飞 于是汪小飞便发文对了小S 而就在上个月月底才传出大S和确敬业在台北领证的消息 汪小飞喊话要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现在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这让网友猝不及防啊 这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说 这么小气的男人 也有人说 怎么会如此咯 还有人说 这男人做事真的很不体面 甚至有人说 这是爱孩子的表现 对汪小飞产生质疑 汪小飞与大S两人此前就非常有热度 眼笑又发生这件事情 转着一波接一波呀 就是不知道媒体报道的是否属实 也不知道两人这次事件会向何种方向发展 会如何舒畅呢